在封建社会 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所有人见了皇上都要下跪 但是由于古代通信并不发达 除了经常与皇上见面的人 就很少有人见过皇上的真实面目 我们都知道 乾隆皇帝喜欢微服私访 而就在他私访途中 遇到了不知好歹的贪官 这个贪官不仅贪赃枉法 扣押无辜百姓 竟然还敢指着乾隆破口大骂 还要骑在皇帝头上撒尿 是什么让他如此嚣张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贪官让乾隆下跪的故事 乾隆约会封臣女子 被婚官破口大骂 有一天皇宫的公公跟刘庸 聊起一位名叫三姑娘的烟花女子 说她的名气都传到皇上耳朵里了 厄荣庵随便在皇上面前说几句 皇上便派人打听三姑娘的情况 刘庸笑着说道 有奸臣厄荣庵在穿针引线 皇上做三姑爷也不出奇 不出几日 厄荣庵出了个主意 由角楼通津水河挖出个地道 直通三姑娘家的楼下 只要楼上铃铛一响 就知道皇上正从地道里过来 有一天 厄荣庵发现三姑娘跟刘庸在一起 只听到三姑娘对刘庸说 皇上借斋吃素不会来 想请刘庸傍晚到自己屋里坐坐 刘庸点头答应 嘱咐不要被别人知道 厄荣庵听后赶紧离开 刘庸抬眼发现 门口似乎有人在偷听 不过没有看到是何人 三姑娘跟刘庸二人正聊的起劲 忽然听到门外有官兵的声音传来 刘庸定睛一看 这不是厄荣庵吗 自己的死对头怎么来了 此时厄荣庵跟领头的官员在大唐落座 对老宝说 有一个乱党藏在三姑娘屋里 刘庸在一旁听到了 知道他是送自己来的 突然 这时铃铛响了 乾隆来了 三姑娘赶紧让刘庸躲到楼上 老宝则是把厄荣庵拉进屋里 劝他说 万一皇上来了 一看院里这么多侍卫 可如何是好啊 厄荣庵得色地说 皇上今天借斋不会来 可他不知道 乾隆此时已经在三姑娘房内 正是因为借斋要吃素 乾隆想到了金香白玉牌 红嘴绿鹰哥 于是便赶来了 三姑娘推托说 今天不行 然后让他看向窗外 乾隆一看 门外怎么有这么多侍卫 而为首的官员 之所以帮厄荣庵 是因为他想面见皇上 自己岁数这么大了 还没见过皇上的龙岩 厄荣庵一口答应下来 只要他能帮自己 置一置留庸出口气 一切都好说 官员听后 随即命令侍卫们都撤出去 然后走到三姑娘门外 乾隆朝外面张望了一眼 被官员看到 官员还以为他是刘庸 让他赶紧出来 厄荣庵在一旁煽风点火 官员破口大骂 无耻之徒出来 名人不做暗示 有种的你就出来 把乾隆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楼上的刘庸听到后 开心坏了 这时乾隆看到 厄荣庵在门外 气得不轻 官员越骂越起劲 说 就是皇上来了 也要把他拉出来 然后摞起袖子 准备闯进去 三姑娘赶紧从屋里 出来打掩护 官员问 屋里的人是不是皇上 三姑娘回答 皇上怎么会来 这种小地方呢 官员得意地说 不是皇上 是憋识了 乾隆听后忍无可忍 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对着官员一顿骂 官员没见过皇上 不知眼前的人 就是乾隆 非但没有磕头下跪 反而说他是乱党 就让侍卫进来 把他拉走 此时 厄荣庵赶紧出来阻拦侍卫 乾隆看到厄荣庵 就气不打一出来 厄荣庵爬到皇上跟前 拽着官员的衣角 让他下跪 而官员不明所以 看到厄荣庵如此 只好先跪下 然后转头指着乾隆 问此人是谁 厄荣庵说道 皇上皇上 官员吓得一动不动 乾隆不想再看见他们 让他们赶紧滚蛋 官员吓得拉了一裤子 双脚根本动不了 厄荣庵只好拽起他落荒而逃 前隆赌场被套路 还有一次 乾隆 威福斯坊到江苏 体察民情 当来到一座桥上 发现一个老爷子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乾隆赶紧上前劝阻 劝他要好好活下去 老爷子哭诉道 自己有一个赌鬼儿子 把家底都输光了 老万也被他气得去世了 正所谓十赌九骗 赌方一开始故意输钱 等赌徒们尝到甜头 想要赢得更多时 赌方就开始出老千 把赌徒们的钱一把吃掉 老爷子的儿子 就是这样输个精光的 乾隆问他是哪个赌方 老爷子回答说 是万利赌方 最后他看老爷子很是可怜 给了他两个元宝 老爷子感激不尽 夸他是个好人 老爷子走后 乾隆对万利赌方很是好奇 于是乾隆则带着恶荣安 准备玩一把试试 只见他十分阔气地 把几根金条都压在青龙上 一个女扮男装的女子 紧跟着乾隆压 在接下来的赌注中 乾隆通通压在了龙上 庄甲一开全是龙 女子跟着乾隆赚的是盆满钵满 这时庄甲赔得坐不住了 把这件事禀报给了老板娘万人迷 结束后 就在女子收钱时 一个胖子突然抓住他的手 怒斥他 女子一听 意识到这人是万人迷的手下 看他赢钱多 故意找麻烦 于是他破口大骂 动起了手 这女子会连武术 把万人迷手下打得屁滚尿流 灰溜溜地走了 此时万人迷走过来 指认女子是打家劫舍的女强盗 要绑他去见官 这时赌方的高手们全都冲上来要捉他 女子打不过这么多人 只好先从窗户跳了出去 待女子逃跑后 乾隆也准备离开 想要把银来的筹码换成银子带走 这时万人迷过来打马虎眼 劝乾隆先把筹码放下 过两天再来去 但乾隆不同意 万人迷只好先拖住乾隆 让他进屋 说给他换钱 让鄂荣安在屋外等 算完之后 万人迷给乾隆下套 说自己肚脐有科质 要掀起衣服给他看 乾隆刚一凑过去 便被万人迷捂住脑袋 污蔑他非礼 一众打手赶紧破门而入 撸起袖子狂扁乾隆 谁知乾隆会武功 左挡右挡 只用一把扇子就打翻了不少人 与此同时 之前的女子也带着弟兄们赶来报仇 刚爬上二楼窗户 就被对方用武器抵住 随即被压了起来 乾隆这边也败下阵来 跟鄂荣安一起成为阶下囚 乾隆微服私访被逼下跪 这时 一位当官的大人现身 而那些拿武器的人是他的手下 他是万人迷的拼头 听到报信赶了过来 乾隆不知此人是谁 问身旁的鄂荣安 鄂荣安回答道 此人是知府曹鸡蛋 乾隆一听 还以为是炒鸡蛋 曹鸡蛋让手下把女子带上来 询问他的姓名 家庭住址 女子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家庭状况 然后曹鸡蛋又问他的赌本 是从哪里来的 女人说自己来赌坊找爷爷 路上遇上了一个老头 给了自己八个元宝 让他跟着一个穿早红砍尖的老头 老头压什么 自己就压什么 输赢都跟着他 曹鸡蛋问他 给他八个元宝的老头叫什么 女子回答叫刘庸 曹鸡蛋吓了一跳 刘庸是左都玉使 怎么会在这里 是不是搞错了 女子说或许是同名同姓 随后曹鸡蛋问穿早红砍尖的老头在哪 女子指了指乾隆 曹鸡蛋当即让手下把他压到自己面前 来到曹鸡蛋面前 乾隆大摇大摆也不下跪 曹鸡蛋问他不下跪是不是中国举人 乾隆故意说自己举过重 没举过人 曹鸡蛋觉得这简直是对牛弹琴 于是站起身质问乾隆 为何见了自己不下跪 乾隆却说这是祖宗的家法 曹鸡蛋怒发冲天 斥责在他眼里没有皇上 乾隆说自己眼里看不见皇上 曹鸡蛋转身上下打量了乾隆 嘲笑他四方脑袋怎么能戴龙帽 前方后援的身体怎么能穿龙袍 然后说乾隆要是皇上 他自己就是皇上皇 只见曹鸡蛋越说越兴奋 还准备对乾隆动行 突然他又疑惑到 只有皇上的眼里才看不见皇上 难道他真的是皇上 此时御前世卫前来禀报 刘庸大人前来接驾 曹鸡蛋一听接驾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刘庸领着两位大人来到楼下 乾隆看到刘庸来了 对着曹鸡蛋摆了一个无奈的手势 然后得意地坐在了他的位置上 刘庸赶到乾隆面前跪拜 曹鸡蛋一听 吓得晕了过去 万人迷看着身边的乾隆 也吓得哭倒在地 最后曹鸡蛋和赌方老板 都被交由朝廷处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